南都繁绘图描绘了明朝南京的繁荣景象,不过画面上所展示的仅仅是南京城的一小部分而已,远远不能涵盖这座南方都城的全部。 其实不只是南京,在整个长江下游地区分布着好几座大城市,像苏州、杭州、松江等等,它们无一例外的全都是世面繁华、生活富足、文化发达的繁盛之地。 这些位于长江下游的城市和新罗旗部的小城镇,从事农丧的乡村一起,构成了明朝以来中国最发达的地区,江南。 那何处是江南呢?并不是所有的长江以南的地区都可以叫做江南。 按照最严格的定义,明朝的江南只涵盖了太湖周边的七个府,分别是苏州、松江、长州、镇江、杭州、嘉兴、胡州,大致相当于今天的江苏东南部、浙江北部和上海。 不过,一般人会把它附近的南京、扬州、绍兴等地也算在江南的范围之内。 这些地方的博物馆所收藏的文物,大部分属于明清时期,例如瓷器、丝绸、金银器等等。 当然,在真实的历史中,更有大量没有机会进入博物馆的日用消费品,像食物、茶叶、木材之类,它们撑起了普通人的日常生活。 那为什么江南地区越来越重要呢? 中国历史上有三次北方居民南迁的热潮。 魏晋时期是第一次,南迁的移民造就了六朝建康城的繁华,安史之乱以后是第二次,靖康之变以后是第三次。 南迁的北方人越来越多给南方补充了劳动力,也带来了成熟的农业技术。 从南宋开始,南方的经济水平逐渐地超越北方。 当时民间的谚语说,苏狐熟天下足,苏州、湖州的粮食丰收了,就可以养活整个天下。 到了明朝,中国的经济重心正式地转移到了南方,而江南的主要产品也从粮食升级为棉花生丝等商品。 种植粮食的重任转移到了长江中游的湖南湖北一带,当时称为湖广地区。 所以民间的谚语又改口了说,湖广熟天下足。 伴随着经济的发展,江南地区的文化也愈加繁荣起来。 在明朝,通过科举考试做官的人,出身江南的占了最大的比例。 在文化史上,刘明的文学家、艺术家也有很多生活在江南。 你还记得袁四家都是谁吗? 不管是哪个版本的袁四家,他们全部都是江南人士。 在明朝也有明四家,而且这四位艺术家都是苏州人, 所以又称他们为吴门四家,他们是明朝江南文化的象征。 吴门四家中资格最老的是生活在明朝中期的沈州。 他留下的最有名的作品是现在收藏在台北故宫不愿的庐山高图。 这幅图是他为自己的老师祝寿而创作的。 你能不能看出他与袁四家中哪位画家的风格比较接近呢? 比较一下王蒙的居欧离屋图,答案已经很明显了吧? 其实沈州的曾祖父是王蒙的好朋友,他学王蒙也算是家学渊源。 不过,不只是王蒙,袁四家都在沈州的创作中留下了痕迹。 上海博物馆收藏了沈州的一幅《仿大痴山水屠轴》。 大痴指的是袁四家中另一位皇宫望。 这艺术嘛,一定要博彩重长才能自成一家呀。 沈州晚年收了一位学生,名叫文征明。 文征明不仅是位有名的画家,在书法上也非常有造诣,而且他活了九十岁,因此留下的作品也有很多。 但吴门四家中名气最大的还要属文征明的好朋友唐颖。 唐颖自博虎,他不但上画山水,还画了不少侍女图。 像故宫不愿收藏的这幅《王鼠宫祭图》,色彩清雅,线条流畅,是中国古代式女图的杰出代表。 吴门四家中最年轻的一位,名叫裘英。 他是画匠出身,年轻的时候画过瓷器,做过七宫。 所以后来他创作的题材最为广泛,什么都能画。 然而正因为裘英无所不能,所以现在流传的题名为裘英的作品,大部分都是委托。 就说我们多次提到的《南都繁汇图》吧,这幅画的落款就是裘英。 但学者们一致认为,它的水平跟裘英还有很大的距离,肯定不是裘英的原作。 看起来名声太大,也是有烦恼的呀。 看了这么多文人绘画,你是不是已经有点司空见惯了? 其实明朝的画家并不都像明四家这样的温文尔雅,细致温柔的。 特别是明朝后期,由于个性解放思潮的发展出现了一些打破成规,直书凶意的艺术家。 其中最有代表性的是徐卫。 上海博物馆收藏的这幅花卉图卷是徐卫的代表性作品之一。 画卷上画了牡丹、兰花、石榴花等花卉,墨色凌厉、骨灼淡雅,自成一格。 徐卫的绘画不追求细节的形式,重在表达精神气质。 这种画法被称为写意。写意画是文人画发展到巅峰的产物。 画家们有意地回避了绘画的技法,用笔奔放简练,个人风格更加强烈,形成明显的视觉冲击。 以后我们还会见到这种风格。 关于明朝的文化江南就先说到这里,我们提到的人物和作品都只是江南文化的冰山一角而已。 更多的惊喜要靠你去博物馆里偶遇了。